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從美國網紅用中國人作為代號 就看穿了美國的所謂言論自由 另外將美國與中國的用電量比較 就可以見到未來萬一打仗會分島高下 美國將來更有斷電的危險 還有美國知名時政評論人唐盧克 3月16日突然發布了一條莫名其妙的推文 他聲稱中國人殺死了耶穌基督 隨後引發了很多美國網民的熱議 大家看了他好幾條貼紙後發現 原來中國人已經成為美國網民 最近發明的某種暗黑代名詞 用於對抗社交平台的審查 整件事可以從盧克3月9日一條貼文開始說 他發布了一則長文 突然罵中國人在操控美國的演藝界 迫使黑人說唱歌手必須宣傳有利於中國人的內容 對於那些不合作的人 中國人就會藉助自己商界的資源打壓對方 甚至還會動用暗殺這些極端手段 盧克這條推文獲得五千多次轉發 近兩萬次點讚 錯時很多網民看到這條貼文都覺得是奇談怪論 難以理解 有人還專門闢謠說美國音樂行業大多數的高管是猶太人 而不是中國人 有些人還要求平台更正這條已有370萬人閱讀的貼紙 避免謠言繼續擴散 但後來有部分知道內情的網民 就出來為大家科普 說盧克並不是真的在罵中國人 他這條推文中說的Chinese中國人 是美國網絡上大家心照不宣的暗號 專門用來指以色列或猶太人 因為很多網民發現 在美國公司運營的社交平台上 當你發布任何批評猶太人或以色列的內容 很可能就會被平台限流甚至刪帖 如果你發文指責中國人 社交媒體就不單止不會審查你的內容 是不是屬實 甚至會給你送來更多的流量支持 儘管這些猜測並沒有什麼具體證據 但很多網民就表示這個推測很符合他們自己的感受 而盧克有關指責所謂中國人的貼紙 也確實收穫了遠高於他其他貼文的流量 幫助他吸引過百萬的關注者 以至於不少人都相信這個說法 用中國人取代猶太人這個美式代號 就比更多人了解和模仿 盧克上到流量甜頭之後 這幾天又接連發布了中國人控制荷里活 中國人控制美國 法律不允許任何人批評中國人的貼紙 在盧克這些貼紙的評論區 有開始有人笑他的做法 在玩一種有趣的行為藝術 但是隨著他不斷發帖 並獲得巨大的流量之後 已經有越來越多人 開始認證地思考起他這些話題背後的隱喻 開始激烈地爭論對猶太人的看法是否正確 也有不少人抨擊盧克 在傳播危言聳聽的陰謀論 但是有趣的是 盧克關於美國網絡縱容 對中國人污衊這個判斷 就得到大家自己認可 沒有人對這件事有任何質疑 彷彿這些組已經是見怪不怪的定律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一個美國網紅評論家 用中國人作為代號代替猶太人 可見美國幾缺乏批評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自由空間 大家都見到美國兩間知名大學的校長 因為沒有強硬管制校內的反以色列示威 最後就被人炒魷魚收場 這就是美式的言論自由 第二與此同時 原來罵中國人是社交媒體的流量密碼 原因不是美國人反華 而是社交平台會盲目地為這些內容增加流量 想起來都很可怕 第三有內地評論認為 盧克這樣以中國人作為代號不是很好 認為這樣會損害中國人的形象 我就不敢苟同了 我反而認為盧克這樣做很好 年青人本來就喜歡講反話 他這樣講等如踢爆了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偏頗 有助於美國青年人 反思真正的中國究竟是怎樣的 另外想講講內地評論員曾經 最近也比較了中美的用電量 2023年全美的用電量大概是4.1萬億度 而美國能源資訊署估計 九年按年跌了1.6% 而去年上半年美國的用電量是1.9萬億度 同比更下降了3.5% 即是下半年的用電量跌幅少了些 很多人質疑美國GDP增長2.5% 為什麼用電量沒有升反而會跌1.6%呢? 其實美國的用電量自2007年以來就停止了增長 在4萬億度上下小幅波動 中國就不同 在2010年中國的用電量跟美國差不多 都是4萬億度 之後中國就繼續上漲 去到2023年增長到超過9萬億度的用電量 與此同時 沒有至於2007年以來 扣除通脹率的GDP實質增長累計增加了40% 不扣通脹率的名義增長更加增加了82% 美國GDP上升但是用電量不升是因為美國經濟模式發生了變化 IT即是科技行業主導了 它產生很大的產值但是用電量不高 而中國繼續由耗電量高的工業和製造業主導 所以用電量一直猛增 例如中國的攜程網是訂機票的 它一年的營收445億人民幣 但是它沒有一架飛機 內地各大航空公司幾十萬員工上千架飛機 但是虧損幾百億 這就是製造IT的高效率 耗電不多 誰掌握了管道造成平台 賺錢就容易了 美國有很多掌握著全球管道的大公司 迎10年以後 IT大公司進入爆發式增長 成為經濟增長的領頭羊 能源消耗大的辛苦工作 就由其他全球公司去做 主要就由東亞的公司去做 但如今美國人感覺到製造業收入得太快 但是不太妥協 就在搞製造業回歸 但是就未見到太大的成效 單從用電量沒有增加起來 就知道沒有製造業回歸 仍然是廣多過做 但有趣的是 估計未來美國用電量要重新開始增長 因為它拿手的IT業 又出現新的變化 人工智能突然變成電力消耗的大戶 據OpenAI的CEO奧特曼說 他們需要的能源確實比之前想像中要多得多 這種言論不少 而另一個耗電大戶就是加密貨幣挖礦 還有電動車 長遠來說都會讓美國的電力需求增加很多 評論員曾經說 總體來說 用電量和經濟模式有關 美國用電量可能增加也可能不增加 而中國以後也可能會去到用電量不增加的階段 但是經濟繼續增長 不過美國的用電量也可能會出現新問題 電動車特斯拉的老闆馬斯克 去年7月已經警告 美國可能陷入缺電危機 如果不盡快化解 將它阻礙AI和電動車的發展 馬斯克說 以後美國人的用電量會暴增 會比現在多很多 門理預測美國的電力需求是多少 實際上數字一定會更多 馬斯克的事警說 美國的電力需求正急速擴大 電網設備沒有跟著升級 最快兩年就會爆發缺電危機 美國情報處去年發布的長期年度展望中估計 美國今年的電力需求年增長率不到1% 但據再生能源巨頭 新世代能源的首席執行官海設沒有在估計 起人工智能的技術影響下 這個電力需求的年增長率將會加快到1.8%左右 他說美國的電力需求多年以來一直平穩 但突然之間 未來5年的電力需求增速預期 將會快速提高81% 在去年9月 波士順諮詢集團曾經發表報告說 到2030年 單是美國數據中心的用電量 預計就是2022年的3倍 這個增幅主要由於 AI人工智能的模型訓練 和服務更高頻的AI查詢 兩項關鍵需求因素驅動 波士順諮詢集團的報告說 2022年數據中心的用電量 只是佔美國總用電量的2.5% 但預測8年之後 去到2030年 終於增加兩倍佔美國總用電量的7.5% 這樣相當於4000萬個美國家庭的用電量 即是美國三分之一家庭的用電量 這個集團還預計 新城市人工智能將佔美國新增用電量的1% 由於極端氣候的氣溫變化的影響 美國電網本來已經很緊張 近年以來幾乎每年冬天 美國都面臨大規模斷電的風險 而隨著AI的持續發展 還是需求急劇上升 可能會令美國的電網 帶來進一步斷電的壓力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從美國去年用電量下跌1.6%計 未有政府這幾年重建製造業並未收到成效 第二未有製造業不振 工業生產能力不強 真正與大國打仗上來 他就很吃虧了 第三人工智能即AI行業的興起 會令用電需求大幅增加 未有到明年的斷電風險就會急速上升 另外在石頭台的時事快評 我會講到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柏特爾 批評香港的23條立法 快速通過條例的罪行 定義極度含糊 其實香港等了26年08個月才立法 而美國起911襲擊之後 就用了45天就立了去各者法 賦予美國政府極大的權力 美國對香港23條立法的評價 都可以說是100步 笑20步了 歡迎訂戶去石頭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頭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頭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頭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頭台獨家發布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頭台 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頭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頭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